八学园的运动会定在11月3日举行 之所以定在这一天 是校长先生四处询问的结果 据说秋天下雨最少的日子就是这天 自从定下这个时间 八学园每年的运动会都在这一天举行 从前一天起 校园里就开始各种准备活动 还要装饰校园 孩子们兴奋地期待着运动会的到来 校长先生希望尽量避免孩子们的运动会 被下雨所干扰 于是四处收集天气的数据 可能这种努力成功了 也可能是天空中的云啊 太阳啊被先生的诚意感动了 这一天真的没有下雨 八学园在好多方面都和别的学校不一样 说到运动会就更有特色了 除了拔河和二人三角项目同别的学校一样 其余的项目全部都是校长先生设计的 这些项目并不需要使用特别的用具 也不是什么夸张的节目 只要利用学校原有的设备就可以完成 比如说钻鲤鱼比赛这一项吧 先从出发点开始跑上一小段 跑到放在校园正中间的布做成的大鲤鱼面前 从鲤鱼的嘴里钻进去 再从尾巴钻出来 然后再跑回原来的出发点 鲤鱼一共有三条 两条黑色的 一条红色的 所以每次有三个人同时跑 这个项目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其实却很难做 因为钻进鲤鱼肚子里之后 立刻一团漆黑 而且鲤鱼又很长 钻了一会儿就分不清 自己是从哪一头进来的了 结果很多人 包括痘痘在内 好几次从鲤鱼嘴里探出头来 瞧瞧外面 然后又急急地钻回鲤鱼肚子里去 不过观看比赛的孩子们 却觉得有趣极了 因为当有人在鲤鱼肚子里 拱来拱去的时候 鲤鱼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 另外还有找妈妈比赛 在开始以后 孩子们先小跑一段 然后钻过横放着的木梯子 一个一个的空格 从放在对面的框里 拿出信封 抽出信封里的纸来 比如 纸上写的是 硕子的妈妈 就赶紧从观众席上 找到硕子的妈妈 拉着她的手 跑到终点 这个项目 要钻过横放着的梯子的空格 那需要像猫一样巧妙 如果没做好 屁股什么的 很容易被挂住 而且 如果抽到硕子的妈妈 还算认识 但要抽到了 傲老师的姐姐 或者金江老师妈妈 或者国泽老师的儿子什么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 那就只有跑到观众席上 大声叫 傲老师的姐姐了 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所以 当有的孩子 偶然抽到了自己的妈妈 就会欣喜若狂 连蹦带跳的大喊 妈妈 妈妈 快点 所以 这个项目 不仅需要孩子们努力 连观众们 也要配合得好才行 孩子们接二连三地跑过来 叫着某位妈妈的名字 被叫到的妈妈不能发愣 而是要立刻从长凳 或者垫子上站起来 一边对坐着观看的爸爸妈妈们 说着不好意思 一边赶紧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和那个孩子 手拉着手跑起来 所以 当孩子们跑过来 站到大人面前时 连爸爸们都一起屏住了呼吸 注意听孩子会叫出谁的名字 这样 大人们就没有时间聊天 或者吃东西了 从头到尾 一直和孩子们 一样兴奋地参与着 拔河的时候 校长先生和所有的老师 也分成了两组 混在小学生中间 黑幼黑幼地拔了起来 绳子中间 记着一条手绢 太明和别的 因为身体关系 不能参加拔河的孩子们 负责看手绢移向哪一方 宣布 是哪一组胜利了 最后 全校接力赛 更加富有 巴学员的特色 虽说是接力赛 但跑得并不长 决胜负的地方 在学校中央 正对着 大门通向礼堂的 扇形台阶上 要跑上台阶 然后再跑下来 这真是 独一无二的接力赛 乍一看 这场接力赛 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不过 巴学员台阶的一级 比一般台阶 要低很多 坡度也非常缓 接力赛的时候 不允许一步 迈过好几级台阶 只能一级一级地上去 再一级一级地下来 这样一来 对腿长 个子高的孩子来说 反而更难了 孩子们每天吃午饭时 都要上的这些台阶 居然可以作为 运动会的设施 大家都感到很特别 想想又很有趣 叽叽喳喳地 跑上来 跑下去 从远处望去 那情景美极了 简直就像万花筒似的 台阶连顶上一级在内 共有八级 小豆豆他们 一年级学生的 第一次运动会 正如校长先生 所希望的那样 是一个大晴天 大家在前一天 就做了好多折纸 有链子啦 金色的星星啦 装饰的到处都是 像过节一样 录音机里传出音乐 让人又快活又激动 小豆豆当天的打扮 是白衬衫 藏青色短裤 其实小豆豆向往的 是那种有很多褶皱的 灯笼裤 一直想穿上那么一条 有一次小豆豆他们下课后 看到校长先生 在校园里 教保育员老师们 做韵律操 有几位大姐姐 穿着灯笼裤 小豆豆就记在心里了 为什么觉得灯笼裤好呢 这是因为 每当穿着灯笼裤的 大姐姐们 用脚 咚地剁一下地面 他们露在外面的大腿 就颤游一下 在小豆豆看来 这才是大人的样子 啊 真好啊 于是 小豆豆就爱上了灯笼裤 那天 小豆豆急急地跑回家后 赶紧找出自己的短裤穿上 也冬得剁了一下地面 但小豆豆 才是一年级的小女孩 瘦瘦的腿 怎么也颤游不起来 如此这般地做了好几次 小豆豆得出一个结论 哦 如果穿上大姐姐们那样的裤子 就能颤游起来了 小豆豆向妈妈描述了 大姐姐们的裤子的样子 知道了那叫灯笼裤 于是缠着妈妈 一定要在运动会上 穿那样的灯笼裤 可是妈妈实在买不到 这么小的尺寸的 于是小豆豆 只好遗憾地穿着 不会颤游的短裤来了 这就是小豆豆这天的打扮 运动会开始之后 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每一个项目的第一名 都被全校个子最矮 手脚最短的高乔军拿走了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当大家在鲤鱼肚子里 拱来拱去的时候 高乔军却嗖嗖地钻过去了 当大家在梯子隔离 费力地钻来钻去的时候 高乔军已经钻过了梯子 往前跑了好几米 接力赛中 当大家费劲地 一级一级上台阶的时候 高乔军短短的腿 却像是活塞一样 蹭蹭地跑了上去 又像是电影中的快镜头那样 嗖嗖地跑了下来 结果尽管大家立誓要战胜高乔军 而拼命地努力比赛 高乔军还是夺取了全部项目的第一名 小豆豆也非常努力 但没有一向胜过高乔军 虽然跑的时候比高乔军快 但跑过之后还要做各种动作 结果总是比不过他 高乔军有些骄傲地抽动着鼻子 满怀着激动和喜悦 登上领奖台领一等奖 每一项都是一等奖 领了一次又一次 大家羡慕地看着他 都在心里暗暗发誓 哼 明年一定要胜过高乔军 可是 实际上 以后每年高乔军 仍然是运动会上的明星 另外 说起运动会的奖品 也富有校长先生特色 一等奖是一根萝卜 二等奖是两根牛棒 三等奖是一束菠菜之类 以至于小豆豆长大以后 还认为 无论什么地方 都是用蔬菜作为运动会的奖品 当时 别的学校 一般都用笔记本啦 铅笔啦 橡皮什么的做奖品 但是 即便不知道别的学校奖品是什么 大家对蔬菜奖品 也还是有点抵触心理 小豆豆得到了牛棒和大葱 她也感到 把这些拿到电车上 怪不好意思的 而且 在三等奖以后 还有各种明目的奖励 结果运动会结束的时候 八学院小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蔬菜 虽然孩子们还不太清楚 为什么拿着菜从学校回家不好意思 但有的人担心 别人说自己真奇怪 那就怪讨厌的 不过 如果是妈妈让自己去买菜 从家里提着菜篮子去菜店 那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了 有一个男孩子得到了卷心菜 感觉拿着很费事 想来想去 研究了各种拿法之后 终于说 哼 算了吧 拿着这个回去 挺害羞的 还是扔了吧 校长先生好像听到了 大家在嘀嘀咕咕的抱怨 于是走到提着胡萝卜啦 萝卜啦之类蔬菜的孩子们面前说 怎么了 不想带回去吗 今天晚上 请妈妈把这些做成菜 用你们的努力得来的蔬菜 做全家晚饭的菜肴 不是很好吗 肯定很好吃 这么一说 大家都觉得的确是这样 用自己力量得到晚餐的菜肴 对小豆豆来说 也是生平第一次 于是她对校长先生说 嗯 我想请妈妈 把我的牛棒 做成红烧牛棒丝 葱嘛 嗯 还没有想好 听她这么一说 大家也纷纷把自己想出来的菜谱 说给校长先生听 先生脸色红通通的 高兴地笑了起来 是吗 明白了吧 校长先生也许是希望学生们 在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 一边吃着蔬菜奖品做成的菜肴 一边高高兴兴地谈论白天的运动会吧 而且先生也希望 在饭桌上摆满了自己的一等奖的高乔君 能够记住这个时刻的喜悦心情 虽然高乔君 个子矮小 永远也不会再长高了 但在他怀有这种身体上的自卑心理之前 先生希望他 不要忘记 夺得第一名时的自信 而且 谁知道呢 很有可能 八学员式的运动会 就是为了使高乔君 能够得到第一名 校长先生 才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小学生们经常管校长先生叫做 小林依察 依察老爷子是秃头 这是因为 校长先生的名字是 小林宗座 而且他经常给大家讲排挙的事 他总是说 其中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叫做小林依察 所以小学生们 把他们两个混在一起 就这么称呼先生了 在孩子们看来 不光是校长先生 连依察也像是自己的朋友了 校长先生非常喜欢依察的诗 他认为依察诗句率真朴实 而且都源自于日常生活 当时 排挙诗人可能有数十万之多 但在众多的诗人中 依察创造出了谁也无法模仿的 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 对于这位 能够写出像孩子一样 纯真的诗句的人 校长先生非常尊重 非常敬仰 小林先生一有机会 就交给孩子们 依察的诗句 孩子们都背诵过这么几句 瘦瘦的青蛙 切莫认输 莫泄气 依察在这里 小小的麻雀 快点躲开呀 快点藏 一匹大马冲来了 不要打他吧 苍蝇搓着手啊 也搓着脚 小林先生还急性做了曲子 大家一起唱道 快点过来呀 一起玩耍乐 开怀 没有妈妈的小麻雀 虽然学习排挙的时间 并没有正式地列入课程表中 但是小林先生 经常给孩子们讲解排挙 小豆豆做的第一首排句是这样的 黑的野狗啊 先脱下你的军装 才可以到大陆去 虽然校长先生说过 只要把自己想说的话 诚实地写出来就行了 可是小豆豆的这句话 实在称不上是排挙 不过从这句话里 倒是可以看出 当时小豆豆关心的是什么 如果数一下阴结 小豆豆写的这句话 不是五七五的阴结 而成了五七七了 但小豆豆想 连依查先生的排挙 小麻雀 快点躲开呀 快点藏 一匹大马冲来了 也是五八七的阴结 那么自己的排挙这样写 也没什么关系吧 每当去九品佛散步的时候 或者下雨天 孩子们不能出去玩 而集中在礼堂里的时候 八学员的林依查先生 就交给孩子们排挙 通过排挙 他还教孩子们思考人生 思考自然 而且依查的排挙 的确很适合八学员呢 冰雪已消融 烂漫儿童嬉戏忙 奔跑小村中 昨天 小豆豆第一次捡到了钱 是在从学校回来的电车上捡到的 在自由之丘车站 坐上大井厅县的电车 快到下一站绿之丘的时候 有一处是大拐弯 电车到了这里 总是要倾斜一块 小豆豆昨天也是把两只脚分开 用力踩住地板 免得站立不稳 小豆豆总是喜欢站在电车的尾部 如果朝着电车前进的方向来看 就是右边车门的旁边 这是因为 到了小豆豆要下车的那一站时 是右边车门打开 而且 这个车门离车站的台阶最近 昨天 就在电车要倾斜转弯的时候 小豆豆发现脚边有一个东西 好像是钢瓣 但是 从前有一次 也以为是钱 捡起来一看 才发现是个扭扣 所以小豆豆心想 嗯 要仔细看一看 再判断 是不是钱 电车转过弯之后 开始笔直地前进 小豆豆把脸凑上前去 仔细看了看 一点不错 果然是钱 是一枚 五分硬币 可能是附近的人掉的 电车倾斜的时候 滚到了这里吧 可是那时候 只有小豆豆一个人 站在那里 嗯 怎么办呢 小豆豆想起了 不知谁说过 捡到钱的时候 立刻交给警察 不过 电车上并没有警察啊 正在这时 电车最后面的 乘务室的门打开了 乘务员走到了 小豆豆这节车厢里 小豆豆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想的 右脚飞快地 踩在了硬币上面 乘务员经常见到小豆豆 已经很熟悉了 看到他就微笑着 致意 可是小豆豆这时的心思 都在右脚下面 不能像平时笑得那么欢畅 只是微微回报了一笑 这时候 电车到了小豆豆 要下车的前一站 大港山 对面的车门打开了 不知为什么 比平时多上来了 好多大人 挤在小豆豆的身边 小豆豆拼命坚持住 不挪动右脚 一边想 下车的时候 要把这枚硬币 捡起来带下去 交给警察 但是 马上又有了新的念头 嗯 可是 从脚下拿钱的时候 如果被大人看到了 也许会以为 我是一个小偷吧 那可不好 当时的五分钱 可以买一小盒糖 或者一块巧克力 在大人看来 并不是什么大数目 但对豆豆来说 却是一大笔钱 她不由得非常担心 对了 我可以小声说 哎呀 我的钱掉了 这可得捡起来 然后再捡起来 那大家就会以为 是我的钱了 但是 立刻又觉得不妥 嗯 如果我这么说的时候 大家都朝我这儿看 也许会有人说 那是我的钱 那就很可怕了 左思右想的结果是 在电车快到站的时候 豆豆蹲下来 装作系鞋带 悄悄地捡起了 那枚硬币 小豆豆满头大汗 手里握着那枚 五分硬币 站到了月台上 不由得很疲倦了 而且 如果从这里 走到很远的警察亭 去交这枚硬币 回家就要晚了 妈妈会担心的 所以 小豆豆一边 咚咚地走下车站的台阶 一边认真地想着 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今天些谁也不告诉 明天把钱带到学校去 和大家商量一下 该怎么办 而且 学校里还没有 别的孩子捡到过钱 一定要给他们看看 这就是我捡到的钱 接着 小豆豆开始考虑藏钱的地方 如果带回家 妈妈也许会问 咦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不能带回去 于是 小豆豆钻进了车站旁边的小树林里 藏在这里的话 谁也不会看到 而且好像不会有人进来 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小豆豆用木棒挖了一个坑 把那枚珍贵的五分硬币 放到坑的正中间 然后盖好土 又找来一块样子特别的石头 放在上面作为标记 忙完之后 小豆豆走出小树林 急急忙忙地赶回家 平时 小豆豆总是不停地说着学校的事情 总要妈妈提醒说 到睡觉时间了 才肯罢休 但是那天晚上 小豆豆没怎么说话 就早早地睡了 一觉醒来 到了今天早上 感觉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小豆豆立刻想起了自己秘密埋藏的宝贝 不由得激动万分 小豆豆比平时早一点出了家门 一边和洛基玩着赛跑游戏 一边钻进了小树林里 啊 找到了 找到了 昨天小豆豆放的那块 用来做标记的石头 还好好的待在原来的地方 小豆豆对洛基说 给你看样好东西 说着 小豆豆一开石头 把坑挖开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那枚硬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豆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么奇怪的事情 被别人看到藏钱的地方了 还是 石头移动了 小豆豆做了好多种假设 这里那里挖了好多个坑 但那枚五分钱的硬币 最终也没有再出现 虽然不能给八学员的同学们 看自己捡到的钱 未免遗憾 但这时 小豆豆最强烈的感觉却是 真奇怪 这以后 路过小树林的时候 小豆豆又钻进去挖过 但那枚捡到的五分钱硬币 再也没有出现 被燕鼠拿走了 或者是 昨天做了一个梦 或者 被神仙看到了 小豆豆做了种种设想 但无论是哪一种想法 这件事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这都是件无法忘记的怪事 今天下午 小豆豆在自由之秋车站的检票口 看见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正在笔笔画画地说话 他们看上去 都比小豆豆大一点 远看 就像是在玩猜拳游戏似的 但仔细看看的话 就发现他们笔画的手势 可比猜拳游戏的 简直石头布丰富多了 有好多种样子 小豆豆觉得好有趣 赶紧往前靠一靠 仔细地看着 三个人虽然像是在说话 却不出声音 一个人用手笔画出各种形状 另一个人看着她的手势 立刻又做出不同样子的手势 第三个人也稍微笔画了几下 突然 他们好像觉得非常有趣似的 发出了一点声音 接着大笑起来 小豆豆看了一会儿 明白了他们是在用手说话 不禁非常羡慕 啊 要是我也能用手说话就好了 不过 小豆豆虽然很想加入他们的谈话 却不会用手势表示 算我一个行吗 而且 人家又不是八学员的学生 要是貌貌实实地过去搭话 怪没礼貌的 小豆豆默默地看着那三个孩子 直到他们上了东横县的月台 小豆豆在心里决定 有一天 一定要 我也学会用手说话 当时 小豆豆还不知道 世界上有耳朵听不见的人 他也不知道 就在他每天乘坐的 大景厅县的终点 大景厅 就有一个 由政府创办的聋哑学校 那几个孩子 大概就是那里的学生 可是 那几个孩子看着对方做首饰的时候 眼睛里都洋溢着光彩 小豆豆觉得 那样子美丽极了 他期待着 能有一天 会和他们成为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